好,回到第二節的Towerpire第十集Special 是,我們終於第二集才開始講 不是,我們其實剛才講了一點,我們講過2012 其實我今集是講世界半年嗎? 不是,我們講過新時代的轉變 其實我也很喜歡講時代文化 因為我們這裡的時代並不是一般講過時代 其實時代的ERROR,因為H這個字,其實沾聲上有它特別的意思 就是碎叉的轉 我不知道聽眾知不知道什麼叫碎叉 大概解釋一下 一個地球自轉,你知道它是斜的 那條軸心是斜的 我們很簡單,地球自轉和公轉 其實它不一定是剛巧是同一個位置 我自轉回到它其實是會差了一點點 那條軸心就會斜了 然後斜一邊一邊就越積越多 就會變成一個碎叉,就是每一個周期就會有一個差 這個差每2000年就會移動了一個星座 我們平常有八樣金融,但是會反過來 現在其實是介乎於雙魚和水瓶之間 我們剛才在一個時代轉變的 那個隙間的隙間 那個隙間的隙間 這個講法 是啊,在隙間的隙間之間 其實這個講法是一個 古希臘裡面的柏拉圖大瓶的講法 不過這個講法,如果我們講述柏拉圖大瓶 它就沒有說這個時代代代表什麼 可能是一個年號之類的東西 是不是人們把這個隙間或者星座的資訊 就很籠統地演繹成這2000年來人類的路向 大概會走什麼路線 其實以前很久以前 其實沒有這件事 是到榮革才提出有關的解釋 我們說金融時代代表了拜牛神的時代 就是代表了物質開始發展 發展到一個時間 到我們公元前2000年 就開始了有民族和民族之間的鬥爭 然後到雙兒時代 鬥爭之後穩定了的時候 那個精神變化 雙兒時代其實 我們很多時候一講到這些 我們覺得是有點古怪的 因為這個時代的觀念 因為他們所有講的Case 都會是跟歐洲有關 因為他們是一個西方人系出的狀態 但其實如果把這件事放在全世界上 我們覺得有些地方是不得了 例如非洲 即是不涉入這個描述 是的 我們覺得其實都不太準確 甚至乎我們覺得去2000年 其實2000年其實發生了很多事 即是你都不可以一句話 就說相遇時代是不是這麼準確 其實有一點質疑 即是你那個時代觀念 是有這個計法 但本來人家計算是有月曆 你四月不會特別有些特性 你五月不會特別有些特性 你五月不會有這個月曆 你這個月曆的描述就很封 你不會這樣 他有個概念 即現在有個無限小和無限大的概念 其實這個可以應用到很多個地方 譬如說占星這樣 你可以縮小一個人 縮小一個時期 他將這件事 即是你都可以 反過來 他的黃金比例 他的理論 即是異常層面 代表甚麼 就是你可以對於一個藝術品 一個東西 人的比例 畫的尺寸 當你拍照的時候 當你人的DNA 你插到幾何圖案 插到宇宙 他都是跟著這個比例 因為比例是一個數 那個大小是你配合到哪裏 即是他這裏再套進去這個 我們說的這個時代的話 會不會都有一種他想用這個方式 去演繹我們這個發生的事 其實他是想 其實他後來 馬牛炮這樣解釋了這件事 之後就 用來推測下一個時代會怎樣 即是水瓶座 是的 水瓶座 同時來說 我們都會說 其實他影響了Lew Age的發生 Lew Age其實很推順水瓶時代 因為 即是新時代 所以他就說 新時代 即是水瓶時代 就會有很多人類轉變 即是其實如果縱觀回 我們所謂的未來發展 或是過去發展 其實都是文化一層 接一層 即是其實歷史的發展 雖然好像很偶然 但其實是一種 自然是會 向這個方向流向的 你是不是說一種 他突然間變化很大 而是應該是這樣轉變 即是人來說 他的變化其實差不多 是 例如文藝復興 西方 你屈到門 屈了一千年 總會是人類的壓力就會爆 你爆的時候就會 你要找些東西 其實發展是一個 一步去一步 有上一步就估到下一步 對 如果觀眾對於文藝復興 比較陌生 你看回現在我們北面的國家 現在是很密質化的 他也會走回美國的路 所以 這是一個循環 你之前 譬如說 文化大革命 全部是壓迫 都是不讓你做事 那時候的copy 那到現在 為什麼 那些人很突然 說 上面的人什麼做得出 就是因為他以前什麼都做不到 所以現在的 我不理好 總之我可以做就做 所以你說發展的傾向 其實 你是一定敢發展 反而你說 你只是會去預算這個發展 是不是次水平的特性 那個Description 是的 粗略說一下 水平時代 如果他們所理解 水平時代 是說一個精神的解放 但是 實際上水平座 本身代表了一個 叫Leworking 一個網絡性的思維 即是資訊社會 即現在我們發生的 即是網絡社會 有很多連結 我要去拿捏自己的本質 應該是市場定位 那麼多資訊裡面 錄一個定位 但是其實水平時代 本身是講一種反應性質 所以其實它本身是沒有什麼深度 所以 你現在可以說 其實都是類似 那個深度 我現在是資訊爆破 因為我們如果 如果說回水平座 那個年代 應該是2150年 還是2050年 沒有很明確 它近二千多年附近 其實到現在我們就是 轉變 我們是中間那些 因為有些說法就是 是2000年已經轉了 有些是1999年 其實那個不太大 所以現在New Age這個 term 已經不是New Age 即是 所謂的New Age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 已經不是New 現在對於舊來說是New New Age這個字 是1960年代 就是那些人在說水平座的東西 那時候叫做New Age 其實那時候也有很多變化 其實實質來說 就受到冷戰刺激造成 應該是49年已經開始說 已經說有人想做這件事 那時候還在說葉遲 那些人開始發起 但是那時候就說發起 就發不起 到後來去到六幾年 去到美國打仗 開始 才開始受別人去留意 它又加上反戰這個因素 對反戰這個因素 這個很重要 還有美國其實 一去到大衰退 去到這些時候 年輕人的就有機會低 因為那時候打了月戰 打了這麼多年 其實那時候反戰就很強 所以變成他們追求一種轉變 那個年代的轉變其實也很厲害 就是又轉變到 女權主義 女權運動 性解放運動 其實就是一種轉換 但是 你又不能說這種轉換 就是一個水平時代 或者一個New Age 因為如果你說這個轉換 其實New Age是這個轉換的 它每個年代都會轉換的 其實每個年代都會轉換的 所以 如果你就這樣說 原來有轉換 那就是 對的 但是其實 整天都有轉換 你看到你轉什麼做 反而 如果最大的轉換是權威的失勢 已經是變成了一個 沒什麼權威性的社會 因為資訊比較發達 你講這個東西 我想一個字 大家都很想聽 但其實它是否真的明白 我就真的不知道 就叫做Postmodernism 就是後現代主義 每個人都說 這個字 真是幾難去解釋 對 每個人都用這個字來講 就是一個 所謂的潮語 總之一件事 你不能用正常演繹 就可以將這個圖 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字 是說什麼 就是剛剛你所說的 就是 就是因為 因為Postmodernism之前 除了Modernism 其實之前很多主義是有它的原理 就是什麼什麼 比如說你有學院派 你有浪漫主義派 什麼什麼 它有一個 它就說 那樣東西 我們才要做 我們才要說明 然後Postmodernism 就是我們沒有送上任何東西 我們這些東西是怎樣做呢 左貼右貼 然後貼來貼去 沒有一個正宗 就好像剛才所說 它是從網絡裡面找一個定位 是的 你的定位 定位是自己給自己的 你拉遠回來 其實是沒有一個中間點 沒有一個肯定的形式 格局 所以你剛才所說的 就是印證了現在的Postmodernism 其實都在做這件事 而且開始會反對 舊有我們很崇拜的 既有現象的霸權 都開始會衍生對這些東西的反抗 水平時代某程度 是一個重新平衡了 去拿定位的時代 但是這個時代 其實如果你牽涉的問題 可能就會變得過分淺化 因為資訊過分簡單 蜻蜓點水色那樣 因為資源太多 而且會因為那個群體 會造成了一個引力 你可以理解很多星體 就會有一個引力 在一個引力裡面拿定位 但是因為 星體密度就會變成引力會拉斜 你反而很容易失去自己的重新 我只是一個浮動的定位 但是其實我沒有自己的定位 其實很簡單的說一句 很籠統通了這樣說 你看一股幻仔 你哪裏有好處就埋堆 埋堆是一個引力 或者現在的Lammo現象 Lammo現象 Lammo 對模特兒界不認識別人 其實你現在是分不到女生的什麼樣子 又不差的 是漂亮的 但是你分不到她 因為為什麼 她不覺得她需要自己很標期立二 總之我上一次那些 我又入到有工作就OK 或者她說自己已經很標期立二 但其實每個人都很標期立二 一樣的標期立二 是的 我們那時候講解水瓶座 其實性質是甚麼呢 潮同 是 因為他們是說水瓶座的火是兩條線 平衡的曲線 意思是我要跟你有一個類似 但我又要出現 同樣但不同 是的 所以其實意思是 我是要跟你不同 但我是取養於你而造成不同 我見到你這樣就覺得我最低不同 其實我真的受力了 我沒有自己的感覺 很多個節目都用這個作為例子 就是LOMO相機 是的 LOMO相機是怎樣呢 之前是有一群人是真的想 為喜歡拍出來的效果而喜歡LOMO相機 是的 但更大部份可能是一些潮堂 因為LOMO都是In 正經來不會用LOMO拍家庭照 就是因為我拍出來的效果和你不同 你拿正經相機我也拿LOMO 越來越HIT 這件事 很多人喜歡LOMO 然後那群人就說 那是潮的表現 那是潮的表現 不是 我又不玩了 是嗎 我又不玩了 我又不玩了 其實 你不是說潮不潮 你喜歡什麼 他們的目的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所有的目的 正好我有一些朋友 所謂又說自己是 迪沙介 或自己是摩登馬 日風 日本風 減破風 它有一個風 它有一個元素 但是那個元素 沒有一個問題 問題是 它以為自己在做一些很特別的事 是的 但實際上它做的事 也是在藝術界裏面 大部份人在做的事 我為什麼說這些討論 因為你是說 我是日本風 我是減破風 其實你真的可以 不斷做些事 很多時候又不斷做些事 而且你套進去 你會有個歸屬 你覺得自己沒有那麼寂寞 是的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個 所謂類型的自我認同感 自我存在的定位 我是一個群組 這個就變成一個 所謂水平時代 我們說的一個缺陷 好的人就會懂得拿一個定位 知道這麼多人 不要沖淡自己 當然你不會這樣說 水平時代代表是 全部人都不同了 全部人都不同了 會怎樣呢 全部人都很高 說是有失敗者和成功 雙魚時代是一個叫宗教時代 因為霸權時代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雙魚時代很多時候都說 他們擁有一些 與生俱來本身沒有的權力 例如我是一個國王 我是人來的 為什麼我是國王 大家相信我呢 因為他是得到了一種 不關他事的權力 我想問一下那個雙魚座 那個雙子 當然十二星座裏面有雙子和雙魚 我不是太熟 我想問你 那個雙的概念 會不會有一個代表二元論 可以這樣說嗎 例如說 為什麼我有一個權力 因為我可以告訴你 對和錯 但是到現在 這個時代 最多人都會說 這些東西沒有對和錯 你喜歡就可以了 其實雙魚時代 本身比較像自我矛盾 反而你說二元論 我覺得它是不清晰的 你很難說是這一種的二元論 但是問題是 我在那個雙魚時代 你又明白這件事 你如果你有這種宗教的談論 你就會分了教主和信徒 所以就成功和失敗者 你可能說你分裂了二元就是這件事 就是互相緊構 但是也會有控制和被控制 在水平時代的時候 其實你也一樣會這樣做 你有成功和失敗者 你一樣會說 我有些我在社會裏 我可以控制到資訊 我可以拿到自己定位 不讓他衝走 我可以隨時根據資訊去做我做的事 大圍和小圍 一些就反過來 我被市場控制 風向哪邊吹 我就向哪邊走 也會有這些所謂 失敗和成功的狀態 水平時代 問題是 始終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大家會說 其實未來會像不像這樣 其實也會像的 但問題是 水平時代也未必一定是對的 我只是說 都很像的 現在這個情況 你這個水平時代 其實我真的覺得 其實整件事有點水分 我們講一講這個時代的觀念 如果跟以前去計算 例如金謀時代 白羊時代 其實我覺得水分也比較多 反而 另外有 另一些說法 也有講到時代精神 例如 Aparamma裏面 有一個 這個就 不是Aaron 這個就是Aaron 這個就是Aaron Aaron Horris 就是講到 真真正正正 他很明確地跟你說 是一個時代變化 他是講1904年 開始時代 人開始轉換 開始勇於去表現自己 其實你看到的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人很多時候 很歉於去表達自己 都很跟那個規則去走 他表現的也都是表現回 那個教條出來 你想給你表達的 那個規範 他可以這麼說 在考試裏面 我的表現就是 根據考試規則 如何在規則裏面 比高一點分 但是 反而去到了 這個二十世紀的時候 是很多人 例如我們說 一些 弄電腦 我都說 我不讀書走去弄電腦 不讀 就是Microsoft 這些 全部都是這樣 我中途絕學 我去弄電腦 反而就會有很多新的發展 就是 開始慢慢 很多人就說 我不喜歡那個規則 去做自己的事 這個時代精神 我們說 Elon Horace 其實就是 河路斯之誓 就是一個火的世代 其實這個世代 就不像以前 這一個這樣說 二千年一個 他就會說 這個時代是不定的 上一個時代是超過二萬年 但是上一個時代就是不斷地說 在求生裏面 要找一些 純拜 不斷精神純拜 去厄殺自己 去為求穩定 反而去到二十世紀 其實去到一個社會那個 叫做衰退期 人類開始就說 社會無法鉗制人類 開始人類勇於發展自我 開始就說 我不接受社會 我要去表現自己 就是 心裡心裡有火 我不是跟著規則打 就是 以前我講內心的訪問 就是跟著規則要上位 現在就是 我要去表達自己最真實的面 這個 Felma裡面最基本的理論 就是 Elmer Horace 其實你看到現在 很多人都會很想去表現自己 跟以前很不同 以前的人呢 其實是 比較控制 就是自我控制很厲害 就是 無論中國 你叫中國 就一定是 大部分最大的 最大的 都是江中耀祖 你不敢去半夜 敲道 走先 到西方 西方的宗教主義 令到你會有很緊 其實你想像西方在 十九世紀的生活 就是 我是一個農村裡面 要做很多事情 然後禮拜天要去教堂 反而很協於表現自己 唯一的感是自己背後寫書 寫小說 然後 沒有什麼特別爆炸性的言論 大部分都不敢去做這些 但現在你看大陸最熱的節目是什麼 是那些什麼什麼新星 他們很集中這個 這種新模式 你當我是old school 雖然我都二十多歲 但我 我不是記住這件事 可能我還未轉變到 你也有一個目的來唱歌 都是表達自己 有些人很一句 因為現在二十多歲 我接得很多 他們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 我不需要有目的 我想做就做 我心想做來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 做就做 我覺得他們的目的 不是那件事 他們是要表現自己的存在 我是告訴你 I am here 我做了一件活動 這件活動很誇張 而那個目的就是那個活動 我就是要搞一些事情 那個活動 其實有一點 反過來 活動的存在 只是告訴你 I am here 我們是一個存在 你不要看不到我 我反而是這樣 所以浮誇那首歌 也說得很好 現在就越來越浮誇 不斷想去表現自己的存在 肯定自己的價值 這是一個本末倒置的事情 可以說真的 我覺得 你反過來 你在說話 其實我也知道你在存在 或者你在想什麼 你要知道你在存在 這個是我師傅我在的 但他們已經 我不知道他們 不知道是怎樣 我不知道他們 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 還是怎樣 那顯現自己的存在 社會裏要給自己的價值 他把這兩件事 強行找一些東西 的連結合起來 沒有辦法 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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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社會裏面 以前你很接受 沒有了你不行 現在他就不想沒有了我不行 我又不斷顯現 其實又像水平時代 又說回水平時代 就是那些說法 但這個就用另一個說法 他們很想去表現自己的存在價值 不想再被一些東西欺壓 就是壓了自己 沒有存在 有一些 就是又是成功的 就是失敗 成功的人就會真的做一些東西出來 失敗的就是 純粹顯現了自己 但是 如果你沒有價值 很快就會被這個時代 又蓋回來了 又蓋回來了 但大部分都很想去 肯定自己在 不像以前 以前是覺得 我是一份子 現在是 我不是一份子 我是I am hero 是獨立的 對 要表現自己 所以為何Steve Drops那些I系列的東西 這麼賣得 其實他們很懂得打這個心理戰 其實我真的不太喜歡 Apple 但他那個心理戰打得好 他喜歡我的I字 因為以前的人 對你來說 是說V 對 因為當時你打仗 打仗不可以說自己 或者 American Need You 對 我是國家的子民 現在不是現在是矮 但其實我不喜歡 我覺得他有一種很封閉的貴族主義 在裡面 我不是太喜歡 其實Apple我覺得他 應該我又要說Apple 真的得罪很多人 我覺得他有一種封殺性的完美主義 我感覺很貴族的感覺 我不是太喜歡 這個是商業鋪出來的 Sony也是這樣的 Sony也會是這樣 但Sony就是Cyber 它是一種氣質的貴族路線 我不喜歡 其實它是霸權的 如果你有用它的產品的話 我就是不喜歡這種貴族路線 對 譬如你用Panasonic的東西 用Nikon的東西 把卡可以貼在一起 你用Sony 尤其是要用它的東西 閃光燈的頭也不適合 但它現在都可以兼容 但其實需要很久 它都不肯承認 到現在真的不行 因為它想霸佔這些東西 蘋果這方面更嚴重 我覺得蘋果更嚴重 所以我一般喜歡蘋果的東西 不過這些是個人取態 我覺得 某程度上它是方便的 我覺得要用iTone的東西 我不過敏 我覺得這個已經不是沾聲 已經牽涉到 我覺得是那些優越感的問題 是 就是精英主義 其實也是 其實現在人的時代 無論你水平時代也好 或者我們說的Earmer Horace也好 其實都很講求一種自我存在的優越感 或者存在感 優越感其實都是為了滿足存在感而存在 如果你沒有存在感的話 你根本連說優越感也不用說 但我覺得有一件事 現在這個世代想強調的 不是精英和優越 而是普及的 這個世代 因為每個人都自己 這是一個邏輯的問題 就是等於劉德華那首歌是錯的 不會每個人是第一 每個人是第一歌 那我就不是第一 是第一 就不會每個人 只有一個 但這個世界就是 每件事都由我自己 這個世界我已經不需要最好 已經不需要爭第一 問題就是每件事都普及 但一普及的話 很多文明的精髓就流失了 因為每個人都 碰過下又說自己是 這個是 其實我不可以說這件事叫普及 而是這件事就是 膚淺 其實不關普及事的 是他們根本沒有接觸到 深入 我會這樣演繹 看看你覺得怎樣想 為什麼他們要膚淺 就是 可能我們以前膚淺的人少 為什麼 因為門檻高 如果我要玩 當我是玩無線電 我不可以隨便上網 Google便找到 我一定要上課程 我上得的話 我讀你營精 我上得的話 資訊又少 我在有限的資源裡 我讀到多少 可以得多少 但現在不是我無線電 我求求一個不懂的上網查 之後 去鴨尿街買 你又有 那學生這樣就膚淺 因為普及 每個人都得到 容易得到 容易得到 這些都不難 所以這個就是眼光 也是淺 因為有時候 你說 剛才說過自我發揮 你自我發揮過速的時候 你基本上是失速的 即是你是看不清楚 其實你看到什麼 如果你說火的世代 你內心得團火 火是看不到的 因為你有霧 有煙 其實你是看不到的 你反而是要去放下自己 去看清楚的東西 即是 你的火要慢 你不可以很急 但大部分人都是急 那你一急的時候 你會看到什麼 你看到就以為自己燒了 你放了一個炭精 你放了一個炭精 但你以為自己放了一個炭精 你已經火很旺 其實是幻覺 其實它燒完就沒有虛火 但你還停留在虛火上 這個就是很多人的毛病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常見 還有你水平在裏面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表象 這是什麼表象 它就說 它已經沒有一個中間的東西 做一個抵抵或者定位 沒有一個權威 那我怎樣去判斷這件事 所以就由網絡的多元化性去砌 即是都是古惑仔 即都是人多的那邊就對了 但其實 民主也是這樣 我覺得這樣是我的阿君這件事 但我不是說民主這件事 而是多角度去判斷一件事實 即是 如果說數量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即是人多不一定對 但如果由多方向的阻症去判斷一件事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好的方式 我也很希望這個世界走這步 但我覺得這個世界似乎走的不是多角度 是多數量 是 跑兩路的跑真 這個是一個科學界的一種做法 死了 死了 不過這裡時間差不多 問多就是一個問題 雖然這個問題一定是主觀的 因為人類的進化 或者時代的轉變 是沒有分好和壞的 即是你分不到 分不到 但是你看到你自己的角度 轉到水平座 你覺得人類會經歷過什麼呢 其實都是一樣是會有一大堆的 即是 又是普及了一大堆的 所謂的 知識分子 即是 扔了一兩個 成功的 影響了他們 然後又是 羊群 只不過 他的形式和以前的霸權 我信超你的不同 而我現在影響你自發性 其實也是這樣 我覺得 有幾個人想到一些事情很厲害 令到很多人跟著他做 其實都是另一種霸權 只不過那個模式不同了 就會有這種分別 咦 這裡是會按鐘 因為這是一個搞塞 對 這裡是 你先開個門 開個門回來 有學生 對 有學生來的 講多一會 還未查人 那 講回剛才的題目 你覺得 Eventually 都是有主僕的 只不過主那班 就不是靠霸權 即是不是 我認同你那種 他們自發性 有選擇 會轉換 即是 今時我幫你 可能轉頭又幫你 其實是一個這樣的 流動性強烈 其實 大家觀眾以為很抽象 其實我們正在發生的就是這樣 即是你以前說的就是一個 你好像是打不破一個規則 聖經 即是 例如前陣子 前陣子 WhatsApp 然後轉頭 Line好玩 又轉了個Line 然後有一些消息彈出來 就會忽然間有人走 即是變成一個移民的群眾 是的 大家是不斷地分裂 又重組 不斷地發生 但仍然都有一群羊群 主要都是羊群 即是有某幾個是不羊群的 就會講一些訊息 令到他們再羊群 即影響他們的羊群 不斷地分裂再重組 我會走向這種模式 其實就算現在 你看到就算反霸權那些 其實都是差不多 是的 我覺得每一樣東西 多於一個人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群體 你可以理解為起哄的群眾 但起哄的群眾就變成一個系統 但問題就是 這麼有趣 我們通常最 世界歷史這麼多東西 就是因為要反那個系統 反那個系統 現在就是用 問題是反那個系統 但其實本質那個系統 已經在一個系統 只不過我是要再用這個系統 轉變了一個模式 去反回同一個系統 即是上一個系統 即是其實是 你有沒有看過高達那個W的劇場版 《永永的華爾之》 是的 他講的就是這件事 其實是不變的 什麼打仗 然後復合 又被人推翻 又打仗 我忘記哪一個歷史 人類歷史是一個螺旋 上升式螺旋 即是什麼呢 不斷地轉 但你不斷地高一個圈 但其實發生的事情 是一模一模 只不過這個系統 它用這個方法再顯現一次 其實我覺得 就算你去到水平時 人類都不會變得去哪裡 這個也是無幻大和無幻小 就是那個黃金比例的概念 即是你大小其實都不會變 那個Raisal也是這樣對出來的 是啊 所以我們這裏就差不多 來到2012年還有兩個月 是啊 但你TowerPrice 是否真的問一些 有關於 即是占卜啊 什麼的東西 你們學生 即是同學會不會有些事情想說 你問他們 你問些什麼 沒有啊 你們是占星的學生 嗯 那你現在so far覺得 會不會應用到在你的生活上面呢 好啊 他現在走過來 哈哈 好好啊 你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啊 我是周思 周思 有有應用到的 都頗有用的 我覺得 嗯 嗯 譬如有時候朋友遇到一些疑難 都可以譬如用一些塔羅牌之類 叫做給多個Refice給他 其實就是等於人生多一個 另外一方面的一個建議 是的 我覺得都頗有趣 對於你自己本身 譬如假設有些問題 是你自己個人的 嗯嗯 你覺得 你會不會用回這件事 用回這個世界觀 去看回你的事 從來有些改變 嗯 都會有些影響的 是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自己幫自己開牌 一定要保持客觀 嗯 就不要讓你主觀的心態影響到 嗯 因為始終你可能自己本身是一套想法的 嗯 如果你影響了 就等於你解牌 所謂的 加了自己的意見 解錯了 這樣會有一個情況發生 這個真的 超級Live 這個 哈哈 我覺得這些Live 是有人亂入的 哈哈 學一下另一個同學 告訴我 嗯嗯 他說學占星最大的幫助 是想法方面 嗯 是加速度 沒錯 Table就是靈活度最大的 沒錯 對 你也是跟阿子平學哪個系統的策略 嗯 兩個都有 是 Rider和Fove 嗯 兩個都有 哦 你比較喜歡哪些 就是個人用得多 Fove Fove 可不可以講一下 學阿子大話齋 Fove就是比較直接一點 殘忍一點 是 不跟你繞彎 所以 赤裸一點 是赤裸一點 赤裸的呈現 是 是 一開就知道什麼 因為那個系統我都不是太熟 有機會想跟你學一下 Fove 那個系統其實都是 嗯 都是用 因為我教和外面不同 是 我教就跟傳統多些 嗯 因為會牽涉到Fove 那系統 多很多 就是跟回本身的系統 因為外面其實很少會講這個 哦 Fove 都不多人學 你是香港 Fove 可能玩塔羅的人 這個字 可能有些人都 都沒聽過 所以應該以後一集呢 你還有個簡介 對 好嚇一下 不如麻油牌講一下 你簡介好了 不然你去Facebook 不是Facebook 你也有個 就是你介紹過香港分壇 工會 我基本上呢 有空無次會 就是抽幾個 章節的經典出來 一邊講 都好 所以再跟幾個同學仔聊 同學仔 同學仔有沒有什麼想 說一下你 學頭 拍一拍 吃完東西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一集你是不夠說的 其實我覺得我還沒開始說話 我也是聊天 但是對社會 社會的現象 其實我覺得這樣也好 因為有時候理論 其實很多人都聽得多 我通常說這些理論 大部分人都沒聽過 所以我怎麼說 不應該 如果再切身 將這件我們所說的話 其實 不要說尖聲 塔羅的東西 其實很多這些東西 有給外面的人 覺得這些東西很抽象 我學你怎樣怎樣怎樣 但我覺得有時候 其實你將這件事 擺到你最切身 就是我時候很想 你將這些東西化小 就是 這個系統是這麼大的 這個理論是這麼大的 不要緊 你將這些東西套在最小的東西 套一套 你將你小的那裏 你自己這麼小 再放回 整件事開始清楚 我反而簡單一點 我覺得你先看清楚這件事 你不要說那麼多 我經常覺得 你很多人學一些東西 你是在學一樣東西 但你面前那些東西 主要是一堆不是那些東西的東西 所謂幻覺幻象 你很多時候 那些人學一樣東西 其實比很多些 自我想出來的影像 其實你是完全沒有學過那樣的 你只是在學自己想出來的那樣 還有他有時候做的事情 就是做的事情 譬如我們有個例子 以前教會 就在那裏畫 其實我們應該對世人 要平等的 要愛的 沒有什麼的 白人的就坐在前面 黑人的坐在後面 那你沒有話說 你都做不到 階級的事情 你做的事情 和你身上學的事情 是不同的 那你講到幾神都沒有用 沒有啊 只是自打醉吧 對 但是我是 我很建議大家學一件事 就是靜靜想學一次 因為你學完之後 那個給你的意識 會給你一個很強的impaction 令你想到很多東西 反而你只是跟著自己的想像學 自己自騙下去 我告訴你一輩子 你都沒有什麼進步 對 而且你活在自己的圈裏 自圓其說 你不斷地自圍 對 那我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都是 學一件事 就正面一點要學 就算你面對 剛才說社會的精神 你面對社會裏面的事情 你怎麼可以不被社會影響到 那個潮流衝襲 我只是這樣說 我被那個潮流閹割了你 就是你真真正正的每一件事 你用你自己個人的眼光 去面對給自己個人的答案去判定 你不是根據他的數字 不是他說好吃好吃 你把口說好吃好吃 你自己知道 你不是他說了什麼理想 你去用這個想法 保留自己在那裡 基本上你應該是可以保持到很多 自己會進步很多 還有給大家一個感囊 這個我都是自己 一向都做這件事 可能大家分享一下 合不合聽 你自己想一下 用這兩個字 為什麼 我覺得 你多問一些就會好一些 不是說 別人說 就聽了 聽你都會知道 但你真的不合一問的話 有些是真 有些是假 有些是方法 問多些 你這件事看得多些的話 其實你就會覺得很多假局 騙局 就很容易拆掉 這些都是 為什麼 我多角度思考 還有我經常覺得一件事存在 他不是讓你相信 你不相信 而是刺激你思考的 這個很重要 就是盡量正面面對這件事 思考多些 不要這麼快給自己答案 至於實不實用 就很難說 你都要自己找答案 學完一大堆東西 你刺激你思考 我告訴你 最後我都是不相信這件事 你經過過程 你已經想了很多 跟你猛猛猛言 說不上有兩回事 又差很遠 所以 到最後 都是給大家建議 多想多些 多方向想 多些 所以在這個時代裏面 我們Talopad也會繼續做 遲些可能再找多 我想真的要多說多一句 主要是沒有講過任何神秘學的東西 真的要講到社會 講社會現象 我想會不會算是第一集 社會學無端端不知為何 apply到社會 你想不想下次再加一集歷史 都可以的 又說回上次講過的 都可以的 好啊 我想今集就算是有趣一點 將神秘學 或者將占星的東西 apply到我們最遲新的社會 對 都給別人看 其實占星 又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抽象 其實我也不知道有沒有說過占星 應該都沒有 我們時代 也有提過其他 原來也有其他東西 講過時代精神 不過我答應大家 我遲些會找你再講 好啊 好啊 下次再見 好啊 今天就差不多了 下次見 拜拜 拜拜